这位兄弟在我前面的前面一部车装好了 我这马上装好了 它油部也快打好了 搞定 5月11号下午5点了 大家好我是飞猫 一车货装完了 已经大概有两个月没到如高港来装货了 今年的第一车就是从这里装的货去的嘉兴 今天依旧去嘉兴 但是 霍兽东大小的南东西已经不好上了 就是上一次那一车被监控拍了 那我们要重新选择路线了 从G40的如果港上费用太大了 跑到平朝北上绕的太远了 那我们今天从高张7度走了 没办法 出发了 厂里的工人都已经下班了 而我们才装完货 刚刚启程 我们现在往高张7度方向 对面就是从高张7度 苏港路如高港过来的下班的这些小轿车 厉训产业园 这条路什么时候能恢复到十几年前荣胜中宫辉煌的那个时刻 上下班这条路上是撤墜马龙啊 前面就是长青沙大桥 过了这座桥前面就是长青沙岛了 我们走的这条 这座是老桥 那边是新桥 龙胜中宫的两个大龙门吊还在呢 厉训制造产业园 龙胜中宫 彻底的成为了历史了 一百四 一百四 总之二十五灯都一百四稍微贵了点 但是没办法 算下来还是这里喝算 大了 我走到最多面全部 这 Bots 我走到最多一点 不梦 好 OK 望着荣盛中宫的码头 这段长达3.7公里的长江岸线 已经整整闲置了六七年了 趁这个在床上的这个时间 泡碗面吃吃 最左边的就是沙缸 长江岸这个岸线都是码头 那边有个牛库 以我们乳膏利用的好 四十六号航标 大剑 哎呀又是书机啊 哇1234567挂车七百轮子 厉害厉害 全国文明城市张家港啊 灯光璀璨啊 前面左转到338了 338然后转东二环 再到书渝章 这就是书渝章了 一直能够到书渝章 一直能够到书渝章 这旁边是个有名的安博物流园啊 进不去在外面排队 安博苏州金昌物流中心 到了书渝章的西环路 这个高架下面就是停车场啊 这么多车子都停在这里 哎呀 这是个什么建筑啊 这么漂亮 其实仅是一条欧渝章 好刷路啊 银春南路 前面进五江了 往上的十一点十分 前面就是平安了 到嘉兴还有33公里 我到目的地还有48公里 是一条欧渝章的 你把我给大家看 我去哪里 有点确定 会在这一位 早上的阳 我到达开了 凌晨马上一点钟了 到了嘉兴的目的地 今天从高张气度过江 全程走一下岛 到这里路程比走高速 大概省了30公里的样子 过路费比走高速 要省170块钱的样子 对于我们跑短途的时机来说 本身运费局不高 能省一点是一点 但是对于新手驾驶员来说 不建议这样走 因为这样走毕竟违章的风险还是蛮大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